今天大家来到紫云市 特别在廉师的圣像之前 在我们活活的威德加持下 大家从内心里面发愿 就像刚马八最近讲的 菩萨是一个以利益众生 利他主义的行为实践者 菩萨是为众生来的 为奉献的 只要有一个众生在轮回 菩萨就会不断的来 所以我们中华佛国将来会有 一百七十次 一万七万七千次 不断的陪我们来 所以你讲汉语 我们会不会讲汉语 你讲拉丁文 我们会不会下回来 就拉丁国家度 所以我想我们只要有机会 接近跟随着 我们就有机会解脱 所以第十七世 干嘛吧 第十七世 中华佛国 这都都是一样 我们中华佛国 也是莲师的画像 所以这边才有一尊 莲花生大师 所以我们大家有机会 能够这样接近 这些佛菩萨的画身 就像有一次 我修不动活闭关 在干嘛吧面前 他为了给我们信心 眼睛看着我 他说 我就是不动活的画像 所以过去我叫什么佛 未来我叫什么佛 为什么 大华佛要这样 因为怕我们没信心 我们不知道佛菩萨在我们面前 我们宁静还在打瞌睡 所以佛菩萨宁可显现他的身份 就是要让我们不要退转 告诉我们 会加持你的 只要你有信心 就算我们不修行 也会让我们不堕落的 所以今天大家有幸 跟我一样这么亲近 我们中华佛 所以我想很多菩萨 很想要得到我们活佛的 加持 所以如果活佛慈悲 应该更为 摸摸头 但是我不知道时间 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 真希望多跑完 还有打趟 还有文宫寺 所以 现在 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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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海淘法师慈悲志业中华护生协会 占地面积约十甲的土地上 淋木丛玉 层层环绕宽广的园区里 滋养着许多雾蜜 为了照料及管理上的方便 园内的狗儿被安置于三个不同的区域内 无论是哪种体型的犬类 一见到人就快乐地摇尾示好 当欲望围栏接近 狗儿们就愈加热情 此起比落的叫声 好比狗儿们的欢迎混合声 从四面八方传来 向前触摸狗儿与之同乐 每只狗儿欣喜若狂的模样 五步烙印在脑海里 令人难以忘怀 原来快乐不只是讲求身体上的满足 心灵上的富足也很重要的 对狗儿们而言更是如此 珍惜这难得的喜悦 愿此会议长存彼此心间 眉山护生园中 不同种类的牛群们 则集体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 像是黄牛 羹牛 水牛 乳牛等 到了园内唯一的牛群里 有的牛儿张口大袋牧草 玉米 古物等素食饲料 有的嘴里仿除食物 有的做某某生活 被牛儿舔视手部的同时 与之四目相交 仿佛在诉说着他们的愉悦 欢迎着我们的盗牌 为了提供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 并维持园区的云座 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外 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 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 生生不息 所有的动物们皆能与此安详晚年 并且永续经营美山护生园 这片动物们的清净乐图 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账号42138483 42138483 顾名中华护生协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善用慈悲的能量 我们的身心会随着思想行为而改变 如果一直让贪欲怨恨对立的不善的心态干扰污染我们 身心也就会变得污秽与不健康 但若能以慈悲正念与道德的善行来修正自身 将使身心转为清静广阔与微德 我们必须清楚知道苦是由自身三叶等的行为所造成 由于我们严重缺乏悲心 使执着于个人的得失尊严以及自我 因而造就我们长久于六道中轮回 受无尽的生死痛苦 我们该如何解脱自我呢? 欲得安乐 就必须确实修持无私的慈悲与不我的空性 也就是卑质圆融 每个人都希望生得相貌俊美 人见人爱 但相貌庄严是从何而来呢? 是由修持忍辱与慈悲而来的 我们如果希望相貌好看 人缘良好 就要好好修持忍辱与慈悲 不发脾气 此心善待一切生命 我们修学佛法应该要保有四种心 第一,信心 就是对佛法生三宝的信心 第二,因果心 相信因果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第三,出离心 对生死轮回 贪嗔等烦恼生起厌敌感 第四,慈悲心 当我们正知道轮回痛苦的时候 也要想到一切如母有情 此时此刻 也深陷在生死轮回的大海之中 因此对他们生起一颗无畏的慈悲心 发心救度 具备此四心 就已生活在光明与睿智的璀璨生命中了 观众 接着 我说心态最重要 好了,就算一个人得到了一个圆满的传承的遗轨 所以物理他不發普利金也沒用了 每做一件事情 我們都要有一個正確的動靜 永遠保持一個正面的祈願、希望 永遠不放棄 所以因為法律不可思議 慈悲無障礙 互持功德殊聖行 無邊聖福皆迴向 普願成立諸眾生 數往無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薩摩赫薩 摩赫般若波羅蜜 作詞・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孩子的心灵宛热洁白的画布 如常接触不良的电视和电玩 就像涂抹灰黑暗淡的色彩 容易迷惑他们的心和眼 请鼓励孩子收看生命电视台 让最慈悲的开示 让大智慧的法语 让聚教 让小学生